大家好我是雪良 我在Bassel World 2019年的現場 帝舵今年推出了一款蠻有趣的一個圓形錶 它的圓形 所謂圓形叫Prototype 它是源自於1967年的時候 帝舵為美軍所特別設計打造的一款潛水錶 當年它有申請的幾個專利 這個專利主要是在它的錶圈上 我們從幾個細節來看 首先你可以看到造型依然延續了Black Bay的非常多的經典元素 包含它的雪花針 它的這個方塊的秒針 它的圓點的石標方塊的這個長方形的 這個69方向的這個石標 以及三角形的12點鐘的這個位置的石標 那日期在3點鐘方向 那你可以注意到這一次它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錶圈 它錶圈設計在一般的錶圈之外 外圈還增加了一個類似這種可樂蓋的這種設計 那增加這個摩擦力比較好轉 可是你可以看到上下這兩個有兩個很奇妙的戶口 這兩個護扣主要是作為一個保護 當它扣緊的時候就可以鎖定讓你的錶圈不移動 那當你要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用手往下推 可以把它推開 但是其實這個摩擦力其實推不太動 那另外一個方式 你可以用直接拉這個拉動錶扣 就可以把它打開 這是另外一種方式 但是總而言之 當它打開的時候 它就可以兩邊都張開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旋轉它的錶圈 那你就可以去調整 雙向都可以做旋轉 所以你可以同時 譬如說你可以當作潛水錶的這個單向旋轉錶圈 來這個計算你的潛水時間 那當然也可以當作GMT之類的來使用 這個在功能設計上 當然比一般的這個我們常見的潛水錶 那另外它的錶帶也有學問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做了一個活動式的 所以在佩戴的時候 是比較服貼的 這兩邊都是 那另外它的錶帶的部分 它是做了這個摺疊扣 但是同時你可以注意到 這邊還有一個細節 就是它的這個錶帶 它內層是膠帶 但是外層的部分 則是皮錶帶 同時增加了這個佩戴的舒適性 跟它的質感 都達到一個非常不錯的平衡 那另外它的這個機芯的部分 則是採用了5612 MT5612機芯 細油絲COC 聽聞台認證日誤差 在正式-2 算非常的精準 它動力儲存是70個小時 那直徑是42毫米 那它的定價是在瑞士髮廊 3750 而且上市的日期很快 在今年7月的時候 就會在這個市面上發售 最後再補充一點 就是它的錶罐 從一般的3點鐘位置 移到4點鐘方向 在佩戴上就更加的服貼 以上就是今年蒂舵 所推出的P01 Blade Bay 這款以前存在於歷史中的 一個概念 圓形潛水錶 那今年終於推出石錶 那也算是補完的蒂舵歷史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